日本小学生在学校里避纳图片来源,路透海外网6月18日电,日本大阪于当地时,尖今早7点58分,发生规模6一级强阵,目前已有两人丧生。 据日本共同事报道,大阪府高官师势力受荣,活想,一名9岁女同呼吸心跳停止,因此在上学动情时遭倒塌墙壁压住。 大阪府东殿川区也有一名80岁男性,在倒塌墙壁下被发现,呼吸心跳接停止,送医后确认已死亡。 另外,大阪府封中市则有8人受伤,经历室内有两名留10岁妇人骨折受伤,据大阪应变灾害中心信息,目前上者超过40人。 日本放送协会NHK报道称,此次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早上七十五十八分左右,日本西相庭表示,地震震源位于大阪府辞牧市东南方,震源深度为10公里,属击浅层地震。 大阪府,京都府,资鹤县,兵库县,南辽县均有强烈震动,在大阪地震发生半小时之后,日本内阁官方长官金义伟在首相关底,举行了紧急记者混宣布灾情。 他表示,此次地震并没有造成重大的灾害,金义伟表示,地震发生后五分钟,首相安倍晋三,就向首相官邸发出了紧急指示,要求迅速搜集灾区灾情,并联络自卫队做好救灾准备,要关注有无海啸发生的情况。 金义伟说,首相办公室已经就大阪地震设立应急小组,正在收集灾区的情况。 海外容